好 我們看一下 因為剛剛老師比較多是用訪課 所以會有些限制 我們看一下到底差在哪裡 剛剛有老師提到 我們剛剛不是有去訂閱別人的課程嗎 那個課程可不可以直接進到我們自己這裡面來 可以喔 你看 在這裡 有沒有複製單元 你可以把訂閱的 或者是你自己建立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 像這些是我建立的 然後呢 有一部分是別人的 比如說 我現在是別人的比較少 我大部分都是自己建立的比較多 比如說這個不是我的 這是別人的 我訂閱的 有沒有 一次比一次就選進來了 雖然是別人的 但是我就自己挑嘛 對不對 挑哪幾個單元是我需要的 我就直接把它匯進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嗎 你看我按複製 有沒有一次就進來了 這樣比較快 所以你看到哪一個不要的人 就再去把它刪掉 當然如果萬一你是整個群組都不要了 要到哪裡 到設定這邊 有沒有一個刪除 就是整個這個課程都不要的話 從這邊 那如果是這個單元不要 比如說數學單元我不要了 這裡是有一個刪除單元 就可以把它刪掉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你用訪課帳號跟標準帳號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不能裝這個擴充工具 那不能裝擴充工具 會少兩個主要的功能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手寫筆記嗎 對那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待會兒要講的 更快速的加入課程的方法 因為平常如果是你自己雲端硬碟的內容 那沒有什麼問題 就直接像剛剛的方式 可是今天你看喔 如果你是在看這一段影片 我看另外一個好 比如說這一個 假設你看到這一個 我們剛剛怎麼加入 是不是你要把網址按一下 複製起來才過去那邊 這樣也要好幾個步驟呢 現在大家都懶嘛 不是 現在大家都時間寶貴嘛 所以有更快的你看我來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加入我目前選到這個標籤 就是這個頁面 如果你全部都要你就按喔 就是所有上面這些都要啊 你不能一次開好嗎 這樣有很過分嗎 沒有啊 你看我就先選這個就好了 你看按下去 然後他就問我啦 請問你是要加到哪一個課程裡面的哪一個主題 有沒有 你就自己選好 假設我加到數學 我要預覽跟發佈 這裡是不是還可以改 儲存 這樣有更緊 有嘛齁 請問有沒有再更快一點的 有耶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遇到什麼 播放清單情 什麼叫播放清單情呢 像我這個 我是這個研習的 因為老師剛剛在問我 我怎麼錄的 我都有公開 因為這個上禮拜在中正的齁 來 像這種我點進去 老師有沒有用過那個YouTube有播放清單呢 請問裡面有沒有很多影片 你要一個一個來嗎 如果你要一個來 我這段影片也要加喔 排序我沒有排好 有沒有要到19 要加19次 你累了嗎 那你看一下我這邊好不好 從這裡 要加19次嗎 自己勾一勾要的就來嘛 這樣 有比剛剛快一點吧 有齁 所以準備教材有沒有再那麼難了 你只有哪一個最難 最慢的就是你自己的教材嘛 因為你自己的教材一個一個早啊 可是如果是這種網頁上的啦 或者YouTube影片上的就是這麼快 就一下就加進去了 那如果你不確定有沒有加進去 那我們回到這邊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全部都進來了 現在只怕你加錯而已啦 加錯也是很麻煩 沒有啦 加錯不用不會啦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刪除單元 自己勾一勾 全部都不要就自己勾一勾 有沒有 所以它也有一個比較快的P4刪除的方法 只是盡量不要這樣嘛 對不對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個發布的動作 就是我加入的時候也有發布 所以即使我這裡沒有按發布 外面也看得到 就是這個教材 剛剛加進來也可以馬上引用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有擴充工具這個功能 對我們在收集一般的網頁也好 或者是YouTube影片 是真的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吧 對 我們 automatically往上搜到 我們可以拆到 我可以拆到 我們我們可以拆到